MING PAO TORONGO Hello hi 大家好 我是小鳳 後面的是光頭哥 今天呢 我們在側航 开了一台二手的奥迪A5 奥迪A5是不是 包哥 奥迪A5 回老家基地 Q5 A5和Q5不同一个级别的 Q5是越远的 官哥 你这台车你收购是多少 这台车上的时候就花了13万亿 你这台车开了多少年了 还花了13万亿 02年的 02年到现在不是10年了吗 10年也只 搞这么贵 哪里贵 你都癫了 什么车你怎么都收 都开了10年的车了 还搞十几万 13万亿 你这样都癫了 可能等一下亏本你就知道 那家新车 四十几万搞通了 四十几万他开了10年了 老板 看那一车全部都是新鲜的 他再怎么新鲜 他也是开了10年的车了 就说官哥 你对着行可能还不够专业 我可以卖13万 赚4千 你以为人家是傻子 你这个开了10年的车 新车才40多 还开了10年 人家还十几万买你的车 人家还不如花了几十万买个新车 对 是不是 你在外表一看 这台就是收贵的 大家说官哥收这台车是不是收贵了 我觉得他收这台车收贵了 潘大姐你说这台车贵不贵 时间有点长当然贵了 对潘大姐都收贵了 这个有点贵了 我觉得啊 哎呀 那个潘大姐那个性能如何 那个开车那个性能 性能还可以 性能还可以 像新车一样 他是 他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是进口的 进口的 反正我也不是很懂车 反正 不懂你就不要收啊 我那个感觉好像很平革 好像官哥 我不懂 我虽然说不懂 但是我觉得官哥也是收货 收回来收贵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车 是不是 上次我收那台又卖了吗 上次收那台卖了 叫他两千块 那可能是 这个车可能是要遇到有缘缘才行的 是吧 遇到有缘缘了 多少他都 他都要 大家觉得这台车怎么样 他官哥说十三万八 是不是 十三万六就可以卖了 十三万六 开价 开价 只要不亏本啊 我刚刚我告诉你这台车 只要不亏本 你就可以把它卖出去了 不要想着赚多少知道吗 只要不亏本 你到时候放了太久 等到到时候你本都搞不回来 知不知道 感觉它卖一点 卖的 卖的 你不要想着赚多少 都不要亏本就行了 这台车 大叔是不是 你们觉得这台车有何 有后潘大姐说开还是蛮可疑的 我现在坐在这个 这个位置坐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也没有晕车 我最怕就是坐到晕车的那种车 现在也没有感觉到晕车 觉得坐起来比他那个奔驰要还要舒服一点点 坐那个奔驰我还有点晕车 坐这台我还没有晕车 你们觉得可以吗 觉得可以的话可以 给一点建议 大家觉得光哥收这台车贵不贵 觉得贵的 说说它 不能啊 下车又去搞一台更贵的回来 不过 我们要先开一段时间看一下质量如何 开很好开的 开很好开是吧 潘姐就说很好开 因为潘姐这个女司机 女司机都说好开了 那应该是可以吧 开回来了 下雨啊 新的这台车 哦 还买了一束鲜花